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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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嘉宾 张伯萱 今年8岁 小嘉宾 薛浩杰 今年8岁 小嘉宾 张启航 今年11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泡泡实验室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今天我们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做好玩的科学游戏 平时小朋友一定觉得做一件家具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对不对 难以想象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其实也很容易 而且用到的材料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小板准 好不好 首先一块木板把它放在桌子上 我们拿出几个小木条 四根大小一样的 对 注意 有这个洞的地方把它朝里 对了 插进去 然后我们用木头做的小锤子 我们来给它敲一敲 中间的横梁别忘了 对 中间的横梁 固定完了之后把横梁插进去 再把另外一根固定住 固定起来 原来做一个板凳这么简单吗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 看 小朋友 完成了 再固定一下 不太结实的地方 我们再把它固定一下 就可以了 回头我要把那个送给小乌冬 对 看来我们都可以成为能工巧匠 我居然有一天还会自己来做一个板凳 看看我们的小朋友做的怎么样了 好 做好之后把它翻过来 放在桌子上 不如放在地上 让小朋友坐着试一下吧 大家好 没想到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个损某结构 居然我们自己也能用这个结构 来做一个小板凳 不用胶 不用钉子 就能够让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家具 把它固定得非常的牢固 笋某结构 这可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啊 笔不笔不 笋某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 它采用了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 突出的部分叫做笋 凹进去的部分叫做某 可以不用钉子 就将物体固定得非常牢固 体现出了沃国古代人民的文化和智慧 没想到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个损某结构 居然我们自己也能用这个结构来做一个小板凳啊 好 下面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妙 欢迎回来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种结构 叫什么结构 笋某结构 对啦 笋某结构 这可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啊 在我们的桌子上呢摆放着很多的这个木制的这个小玩具啊 那首先呢我来问问小朋友们 诶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你们能把它们给分开吗 你们两个拿过去研究一下 看一看 能不能把它打开 有点劲啊 能打开吗 这也打不开 可以吗 打不开 好 下面呢我要为大家来演示一下 看一看啊 首先 敲一下 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是不是那个洞里有磁铁啊 小朋友说是不是洞里有磁铁呢 其实啊 这个玩具呢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但是大家看 在这呢有凹槽 其实它就是利用了笋某的结构 把它们这两个部分呢 很好的连接在了一起 既非常的结实啊 不易分开 而且呢 我们想要把它分开的时候 用适当的方法又可以做得到啊 接下来呢 我这呢还有几个玩具 请小朋友呢一起跟我来试一试 首先博轩小朋友 拿出你面前的这个 现在你试试能把它们两个打开吗 可以吗 使点劲 可以吗 能打开吗 不能 好 打不开啊 但是现在呢 我来教你一个方法 把它放在桌子上 对 转两圈 好 再试试 诵 打开了啊 试试 时间 再往那边转转 好 试试 打开了 你转就转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这个里边呢 有一个小小的机关 原来这个里面呢 是有一个小木棍 而这儿有一个小洞 其实这个突出的部分就叫笋头 这个就叫毛眼 所以说笋毛结构就是这样来的 需要把它们固定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把它们固定得非常结实 但是只要我们施加一个很小的外力 又可以把它们给轻松地打开 非常的神奇 古人真的是太智慧了 你想不用这个钉子不用浇水 就能牢牢地站在一起 红果果你说的太对了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还没有发明很好的粘合剂 也就是胶 所以说笋毛结构 很好地解决了这样的难题 能够让我们的建筑 能够变得更加的雄伟 更加的坚固 好 接下来宇童这边也有一个小木桶 自己先试着看一看能不能打开 对呀 把这个木桶给拆开 可以吗 现在有什么巧劲 我看看这个胎怎么按上去的 可以吗 肥肤都按呀 不行 是不是 好 瑞胖胖告诉他 可以吗 不行吧 好 接下来看 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找一找 这个机关究竟在哪里 好 找到了 只要拿出其中的一部分 小朋友看 就打开了 红底的这部分 就可以把它给打开了 那这边小姐小朋友 能不能把你这个积木打开呢 有点困了 你左右动一动 拉一拉 同样是利用了笋毛结构 好 起航 你先试试你这个正方体 好的 好的 那刚才我们的这几个玩具 都利用了什么结构 笋毛结构 笋毛结构 没错 其实在中国的古代 笋毛结构被发明以后 广泛的应用在这个建筑当中 古人真的是好伟大 对 有很多著名的建筑 包括北京的故宫里面 都大量的运用了笋毛结构 笋毛笋毛笋毛 笋毛结构在建筑中 也有非凡的体现 印线木塔是笋毛结构的 集大成者 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 木结构古建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它采用全木结构搭建 不用一颗铁钉 全部都是木质构建 互相咬合 构成塔身 当大风 地震来临时 笋毛结构 就像一个可松可紧的弹簧 可以吸收动能 保护主体结构 不受侵害哦 其实 利用笋毛结构的建筑 非常多 例如北京故宫内的 文渊阁 太和殿 宝和殿 中和殿 还有天坛的起年殿 和大观园 笋毛结构 真的是我国古代人民 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谢谢资道点博士 让我们更加了解了 这个笋毛结构 是的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当中 笋毛结构被广泛应用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也可以在家里 亲自动手来试一试 我们今天做的板凳 其实也很简单 当然了 也欢迎大家能够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APP 点击关注智慧术 精彩内容不断更新 是的 那今天呢 我们四位小朋友 表现得很棒 我们一起来鼓励一下吧 吃饭不剩一粒米 粮食要爱惜 我碗里饭菜吃光光 我心里真得意 吃饭不剩一颗菜 蔬菜我都爱 营养菌很不挑食 这样最可爱 哇 小朋友们太棒了 鱼粒米都没有剩下哟 养成吃饭好习惯 从你我做起 爱节约 无浪费 养成好习惯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我问一讲 说 我并没有枪装微物的身体 但是我有很大很大的力气 充满活力 像梦想生活前进 看看我们的队伍多真心 人群努力 努力 努力 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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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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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聚情势力 我是小小的蚂蚁 哦 蚂蚁 蚂蚁 我是小小的蚂蚁 来一起做游戏 做游戏 我并没有 强装卫物的身体 但是我有 很大很大的力气 充满活力 像梦想生活前进 看看我们的队伍多真心 一起努力 努力 努力 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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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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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聚情协力 我是小小的蚂蚁 哦 蚂蚁 蚂蚁 我是小小的蚂蚁 来一起游戏 我是小小的蚂蚁 哦 蚂蚁 蚂蚁 我是小小的蚂蚁 来一起做游戏 来一起做游戏 做游戏 做游戏 哎 祝我是道哥 嘿 我是摩尔 道哥 摩尔 我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奇怪的动物 它长着鸭子嘴 老鼠毛 鸭子脚 看起来可太奇怪了 啊 我知道了 你见到的一定是鸭嘴兽吧 哦 它的名字原来叫做鸭嘴兽吧 确实看起来像一个鸭子类型的怪兽 鸭嘴兽可是动物界的活化石哦 好 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呢 哦 它有这么厉害呢 那我们再去好好认识一下它吧 好呀 好呀 那我们先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可以认出来哪个是鸭嘴兽吗 不是这个 这个也不是 这个就是鸭嘴兽 小朋友们太棒了 鸭嘴兽全身最亮眼的地方 就是像鸭子一样的嘴巴啦 它的四肢也很短小 看起来也很像鸭爪 鸭嘴兽的全身裹着褐色浓密的短毛 光滑的看起来像是穿了一套潜水服 嘿嘿 鸭嘴兽长得也太搞笑了 它的嘴巴看起来就像是戴了一副面具在脸上呢 你这么一说是挺像的呢 道哥 你知道吗 鸭嘴兽的嘴巴可是很厉害的哦 哦 是能一口吃下很多东西吗 当然不是啦 鸭嘴兽的嘴巴上面固满神经 它能像雷达扫描器一样 接受其他动物发出的信号 鸭嘴兽用它的嘴巴可以在水中寻找食物和辨明方向 鸭嘴兽一般喜欢吃昆虫的幼卵 虾米和蠕虫 每天要花十到十二个小时觅食 食量可是非常大的哦 哦 竟然这么厉害呢 还能像雷达一样呀 嗯 我好想亲眼去见识一下它的本领 你想要见到它可不太容易 它可是很难寻找的呢 动物园里难道都看不到吗 当然啦 由于鸭嘴兽是一种古老的动物 目前只生活在澳大利亚 别的地方都没有 鸭嘴兽一生都过着独居的生活 大多时间都在水里 它可是个游泳高手哦 鸭嘴兽喜欢把家建造在沼琢或河流的岸边 它在岸上挖个洞作为引地所 冬雪与旁边的水运相通 鸭嘴兽是夜行生物 喜欢白天睡觉 晚上出来活动 冬季的时候会进行封眠 想见到鸭嘴兽也太不容易了 当然啦 而且鸭嘴兽是稀有保护动物 数量很少 所以我们还要好好地保护它哦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学到了什么 快来和我们一起唱吧 鸭嘴兽 不是鸭 寻找食物 靠嘴巴 爱吃昆虫和虾米 长相可爱人群花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好的 玲玲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 给我们寄来了视频 嗯 好的 玲玲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饮水药 撕园 吃饭当节典 我们一定要珍惜劳动成果 拒绝浪费 节约粮食 从我做起 哇 好棒 太棒了 本节目的讲品是由 帮助宝宝激发卓越自护力的 爱他美卓翠酸提供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内容 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吧 发帐微博和我一起分享 爱头娃 穿穿照片和我一起分享 爱头娃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快点来讯吧 快点来讯吧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